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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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OCK NEWS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很值得大家了解一下的新楼盘 这个不是广告来的 不过这个楼盘真的挺有趣 我想它可能会在香港地产市上面 都值得大家记下一笔 讲的是市区从建局建的换言移居 在土光环码头围导 它的楼盘提供的单位是由开放式一房到两房 面积方面其实是由261至507尺 楼价由11000多到13900多元 不过这个是六二折的计法 即是说如果你计算它全楼价的话 100%应该都挨近2万元左右 这个楼盘说明是港人首置上车盘 所以它和一般的私楼是不同的 它是有五年的禁售和禁租限制 另外也有入息和资产的标准在 所以它不能够用一般的私楼去计算 不过这个楼盘除了刚才我说的基本资料之外 它还有三大特色 第一它是有一个所谓的共享储物的空间 这个我未听过的 过去香港楼盘我很少听过 会提供这些共享储物的空间给你用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很明显 因为它八成二的单位 都是开放式去到一房 我想它们发展这个单位的职司 或者相关人士都估计到 那些人不够放东西 所以都在楼盘里面 自创了一种叫共享储物空间的地方 另外这个楼盘有部分的单位 是没有设置的设施的位置 所以它就有三部洗衣机三部干衣机 放在公共空间 不是任用的 是要钱的 另外它也有部分单位是黑池 即是说有部分单位是没有枪的 那个厕所 我说了这么多不好的东西 究竟这个楼盘又会卖成什么呢 现在未知 因为都未去到楼楼 不过我看回这几天的风评 即一些地产界的人士 或者一些潜在买家 或者一些看楼人士 都很有兴趣 卖得好呢 我估计的机会都不小 但如果卖得好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更加欠得 现在楼市的究竟是高还是低 另一方面来说 其实我也都想说一下 就是说 其实这个楼盘 和现在大家经常 痴之以备的这个所谓纳米楼 其实是如出一次 基本上它提供的大部分 都是开放式和一房单位 你说它和发展商 建的纳米楼又有什么分别呢 再说了 其实这个市居重建局 也不是一个普通的私人的发展商 它拥有这个土地收回条例 这个上方保健的能力 那究竟政府和它之下沟通里面 是否也都认许了或者默许了 甚至乎是理解它要建立委楼 用来舒缓民间疾苦这个想法呢 在在的问题 其实我想大家心里面都有个答案 因为它为何要建得这么小 其实就是不离四个字 就是将货就价 因为货太大的话就不能价了 如果它建到六七百尺的话 它又怎样做这个港人首置上车盘呢 所以我觉得说到尾 究竟这个楼盘的所谓内在含义是什么 其实香港的特区政府应该再想清楚 因为如果连市建局都带头起纳米楼的话 你们就不要再怨发展商起纳米楼 今天跟大家谈到这里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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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